好 再来看到这样的情形呢 这是警方查获山老鼠 罕见的居然用双逼高级轿车 这个来这个行谢 而且雇佣女车手 将这个价值百万元的 扁驳载运下山来销赃 马上连线记者周一的 警方呢 罕见的查获到呢 山老鼠呢 是用双逼的名车来搬运的脏物呢 而嫌犯呢 就是呢 这名女子哦 她当时呢 从山上呢 这个把这个扁驳呢 大卸五块呢 并且载运下山 她同时呢 兼具呢 是这个山老鼠集团的车手 以及共犯的身份 当时呢 在山下呢 被这个警方拦检下来 结果呢 发现了这个价值呢 这个数十万呢 也就是数零五百年的这个扁驳 已经被大卸五块了 结果呢 是要眼人耳目的塞进了 这个双逼轿车里面载运下山 结果被警方拦查到 我们来看你听一下当时的访问 我们查记得很多 然后他现在为了逃避我们的 那个追踪 所以现在利用高级的车子跟女性 然后让查记者员 让我松懈心房 所以这部分是我们潮的第一种 警方当时就在这个女嫌犯身上 收出了十多万元 发现了他已经把部分的扁驳金 销售出去 而之所以这样子呢 是因为下游呢 现在目前市面上呢 在个扁驳呢 的行情非常的高 也就是呢把它制成了文香瓶或聚宝瓶呢 相当受到这个路客的钟爱啊 结果呢这个山老鼠呢 甚至呢为了掩人耳目是直接找来这个女子呢 开着高级轿车来载运下山 为了要躲避警方追气 但是呢还是呢被警方抓到了 这现场为您掌握最新 把镜头还给棚内 好这非常罕见啦 这山老鼠呢 盗财扁驳 居然是拿着双B车来载运 嚣张而且还请来这个女车手 这发生在台中的案件